首先多謝Lucy 再給我一次機會再去分享 我想你剛才問的問題包括很多東西 第一我想就是我們今天離開了香港的人 包括我自己 其實我想沒有很多人 我是真是心甘情願的懷著一個很興奮的心情 去離開自己的家 甚至是我們要做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回不了家的準備 我想這個絕對沒有東西值得慶祝的 第二件事就是凡事有得有失 我過了不容易的三年 但是那三年其實給了很多的得著給我 我的宗教的信仰 還有給我反思很多的問題 這些都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不是一定只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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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過來還有就是其實我都很開心 很開心 很開心 其中一件事最開心 或者不要用開心 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 我能夠體驗到今天仍在獄中的兄弟姊妹的景況 然後我能夠早一點出來 然後帶著這種感受 去跟其他的香港人去分享 所以我想出到來不是一種 就算我離開了香港了 我今天來到加拿大 我想我時刻都會警惕自己的就是 不是來到這裡嘆世界 也都不可以放下所有的事情 我想我想我引用就是剛剛剛剛講過的 任建峰 許智峯的那個訪問 其實我想我們所有人都是用自己的方法 繼續去背負著這種使命 去說好香港的故事 我們真是很努力去說好香港的故事 或者就是我們繼續背著香港人這個brand 我們去告訴世界不同地方的人聽 究竟香港曾經發生過什麼事 真正的香港人究竟應該是怎樣的 我想這些就是我們的使命 所以我覺得就盡量去做 我不能夠保證我一定做得很好 但是我覺得我們是繼續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這樣 我是經常哭 最難捱的那件事 也都我到最後出來 我都打敗不了它的就是思念 思念家人 思念朋友 的確我是經常哭的 但是我想強調一件事 我的哭其實不重要 因為我哭很多都是跟思念有關的 但是我很清楚自己 那21個月在獄中 我仍然都睡得很安樂 我沒有任何的罪咎感 我知道我對得住我做過的事 我對得住我自己的良知 所以我哭不是因為我軟弱 我想改過 好像葉劉淑儀說我們correction 不是對不起 我不用correct 你也correct不到我 因為我有我相信的一套價值 我知道我那套價值 我覺得我仍然今天 我仍然覺得我相信的那套價值是對的 我仍然會朝著那個方向去走 所以辛苦還辛苦 就是在獄中 當然一定辛苦的 坐牢 但是不代表我會有任何的罪咎 或者我覺得我自己得到應有的懲罰 我也都不覺得 我想今天 我再強調一點就是 我已經出來了 其實不是太重要的 我自己的事情 我也希望香港人不要再覺得 好像師叔很辛苦那樣 我很多人撞口撞臉 其實經常都跟我說 師叔辛苦你了 我不是很喜歡聽到這句話的 我希望大家記住的就是 比我更辛苦的人 今天仍然在獄中 不要忘記每一個人 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用自己的方法 去傳遞一個信息給他們 他們的路不是孤單去走 我們是一起走這條路的 我們會等他們出來的 這段時間可能會很長 可能是十年 可能是二十年 不要緊 有幾場我們都等 OK 就算沒命等 我們會有其他的人幫忙一起等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 最辛苦的不是傑斯 不要再講這些事情 不要緊的 就是我是感恩的 我是感恩的 就是我再講一次 就是我可以抓住他們的感受 然後出來跟大家去分享 所以我希望更多的香港人 是記住在獄中的每一位的朋友 現在你和女兒和太太一起在加拿大 看到你也開了一個頻道 然後你又參與一些香港人的活動 現在你覺得你在加拿大 你可以做些什麼呢 還有海外的抗爭線 你覺得這個力量是怎樣可以維持下去 對香港這邊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在過濟上面起到作用呢 我還是會跟著年青人走 19年、20年其實年青人 香港的年青一代其實教曉我很多東西 所以我第一件事 我不覺得我可以帶領到些什麼 我的能力 我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我剛才都講過 就是我也都不會放下 我會盡量去做 那你說問我我最希望 我其實最希望的一件事就是 可以去說好香港的故事 去分享 和世界各地的人去分享香港的故事 那譬如如果舉加拿大為例 那我覺得在英國都是差不多的 譬如說我今天我在加拿大溫哥華 那其實我們經常撞口撞臉在這個community裡 我們除了有香港人之外 我們還有烏克蘭人 不要忘記 還有伊朗人 還有阿富汗人 那我們大家其實都是 在社群裡面 其實我們都是在分享自己的故事 這個故事都是跟 怎樣去面對一個極權 是有關係的 那我想 所以我希望可以做到的就是 給全世界的人 可能有很多人真的沒有試過 是 就是怎樣去面對這個政權 那我們就去嘗試跟他們去分享 告訴他們今天應該怎樣去 除了講這個全球一體化之外 究竟怎樣去跟這個魔鬼交往呢 我們是不是繼續要出賣自己的靈魂 去跟魔鬼去交易呢 或者有些人今天外面的左派 其實可能有些人都覺得 我們不可以跟中國脫勾的 OK 那不可以跟中國脫勾 我們是不是要跟著中國的那套規矩 去玩這個遊戲 還是我們好像幾十年前那樣相信 我們那套價值是可以影響到它 然後去教化他們呢 這些問題其實是今天很值得反思 那我覺得香港的故事是有它的價值在那裡 那我作為一個過來人 我就盡了一些勉力 去繼續去跟全世界的人去分享 我曾經見過的香港故事 就是用你的故事 喚醒更加多的其它國家的人對香港的關注 是 沒錯 這個是一條喚醒之路來的 就是不要緊的 有些人可能還沒有醒 醒可能都有些早些 有些遲些 但是我們就要懷著希望 常懷希望 相信始終有一天 都會繼續有人去醒悟的 所以我們就要努力去喚醒其他 可能現在還在睡著著的人 加拿大都可以參與香港的活動 可以唱魂光 叫香港的口號 其實此前你身處裡面的時候 是不是都會有些感觸呢 現在香港沒得發聲 是不是可以為香港更加大聲一點 講多些話 發多些聲音呢 那個感受是不是很不同 當然啦 當然啦 就在這邊的一些遊行集會 甚至我和這裡的年輕人都講 有時候他們會很介意那個活動的人數 因為在香港見過那些一百萬二百萬 來到這裡 我想有一段時間 你都不會看到那些一百萬二百萬的人數 但是我有時候我都會提醒他們 就是其實人數是不重要的 有一件事他們是經常都看不到的 就是走出來的人 其實他們可能是帶著起碼十個八個 他們自己在香港發不了聲的朋友 他們是帶著他們出來的 這個是physically 你看不到的 你只能看到現場的一千幾百人 所以我想剛才好像正如Lucy說的 就是我們走了出去 就是如果我們還繼續堅持我們相信的東西 就是很難是要我們不去發聲的 我們千辛萬苦來到這裡 就是因為我們嚮往這裡 有一個自由發聲的地方 還有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 我想我們很多人都很清楚 我們是幫我們自己在香港 今天屈住屈住的很多的香港人 我們是做的事情 是on behalf of他們去做的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每一次我覺得走出來是很重要的 雖然無論在加拿大 在英國 在今天在香港以外 每一個地方的香港人都是 每一次出席這些活動 其實都是恐懼的 我都有很多朋友 仍然今天都還是恐懼 恐懼些什麼呢 他可能要回香港 就算他不回香港 他都會有一個恐懼 這個是人之常情 但是是要有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就是克服恐懼 是需要一個過程的 我們也都不可以低估這種恐懼 但是我們要大家一起走在一起 互相鼓勵 互相去慢慢等其他的人明白 就是這種恐懼 可能到最後是不必要的 就是他放在我們的恐懼 其實就是想我們 最終的目的就是想我們遺忘 想我們禁聲 想我們不說的 但是今天在外面 無論人多人少 真的我覺得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繼續 就是在敏感的日子 我們香港不能發聲的 沒有問題 OK 我想鄧炳強或者李家超 其實都是 某程度上都是低級紅 高級黑 他都在推動這件事 就是令到全世界 在一起為香港的故事 繼續努力去發聲 歷史重複又重複 就是他要禁一首歌 當然有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其實就是表忠 做給他的主人看 他也不可能不做 但是這些是一些很愚蠢的行為 就是在中國的歷史上 禁歌禁書 何其多 沒錯 但是每一樣禁傷的東西 你其實就在那裏助推它 變成一個 就是 大家都很有興趣 找回來看的一本書 或者找回來聽的一首歌 其實都是一種助推 行為上是很愚蠢的 但是這種愚蠢是不斷不斷地發生 因為在這個制度 這個模式裏面 你根本避免不了 就是如果你要選擇站在那邊的時候 你要表忠向你的主人表忠 你唯一的就是要 就是要禁了這些 禁了這些歌 就是他不會有一個智慧 這些其實你看回 大英帝國怎樣去 去對待愛爾蘭 蘇格蘭 蘇格蘭和愛爾蘭有很多類似榮光的歌 如果你看一下體育的運動 就是今天 蘇格蘭和愛爾蘭 他出來了 他都不只是唱 God save the king 皇室的成員走出來 參與那些運動 然後陪著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 是唱蘇格蘭版 愛爾蘭版的榮光 但是這些 哇 你看到這些情景的時候 你會想想 可能香港人都會想想 什麼時候我們的領導人 可以變成這樣 對不起 真的很難 但是DNA不同 我們還沒有進化到那個地步 所以都是繼續禁歌禁書 禁歌禁書 禁歌禁書 這些東西將會陸續而來 比如說還有 我們都看著監獄裏面的變化 今天在監獄裏面 看書那張禁書的書單 都越來越系統化 還有那個名單是越來越長的 舉個例子 你今天George Orwell的書 其實幾乎已經進不了香港的監獄 但是我坐牢的時候還能進去 我已經看到那個變化在這裏 我沒有水晶球 Lucy 我真的無法告訴你 我不是一個最佳的人選 去回答你這個問題 我覺得大家仍然就 我用自己來跟大家分享 我經常提醒自己的 就是不要自視這麼高 我可以做到的事情也不是很多 看不見到我們以前美麗的香港 首先你要看一下美麗的定義是什麼 我那一代人我會覺得 以前那個末世紀的風情 風花雪月的香港 不問政治 大家只貫賺錢的香港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問回我們今天年輕的一代 或者他們跟我說 我又認同的就是 最美麗的香港我又見過 在什麼時候呢 就在2019年2020年 全部香港人走在一起 好像家人那樣 我們去守護 我們是真的付出 去守護著這個 這麼漂亮的香港 雖然我們現在 在這個階段 我們好像失敗 但是我又不覺得 我們是真的失敗 或者就算我們真的輸了 最多都是輸了一場 對方都輸得很慘烈的 OK 將整隻金蛋變成一隻臭蛋 所以你說 究竟未來香港是怎樣的 我真的無法告訴你 但是 我很肯定告訴你 就是只要大家堅決拒絕遺忘 我們仍然看到希望 香港一樣是 一定會見分光明的一天 這個就是我所相信的東西 你說就算是不是很阿Q 我究竟有沒有命見到 不重要 傑斯有沒有命見到 真的不重要 我最重要就是 在我閉上雙眼之前 我看到的就是 下一代的人 是繼續堅持著 香港相信的價值 OK 民主 自由 公義 法治 活得要有尊嚴 這些這樣的東西 已經很舊的了 今天我們仍然看到 我們年輕的一代 繼續在走這一條路 辛苦一些有什麼問題呢 所以我想我已經看到 香港的希望 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去 做大家應該做的事情 講大家相信的事情 那就OK了